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我有看在这边有一个视频 开始就是一个人当他在坐在这静静地调呼吸 当他就是过去的记忆的一些信息 还有未来的担忧都慢慢越来越少的话 他以前累积的信息好像冒烟一样就冒完了 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更快地能够恢复到自己的自信 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对过去的痕迹影响我 还有对未来的一些规划什么 但我觉得这都不够解决 他在这比如说你干气部属心结 这有心结 这个气脉他在这如果出气的 因为我们是从三维角度是算有形的嘛 那有形的你能看到你的气脉 什么这种他就会 这种气脉会导致我们的头脑里边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影像 影像或者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有图像出来 或者是突然就很低落啊情绪啊什么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角度 还有很多就是身体里边的气脉影响的 那在在我们如果是迅速地要进化的话 就是你按照佛的直觉如如不动地坐在这儿 他在冒就是他在排嘛 你只有定下来他才会凶速地消融 如果你但是呢他会出现 哎好烦哇好想难受好难受 头也疼不舒服全身难受那些东西 他在排嘛在你定下来的时候排 你在当下按住如如不动不定义 不定义自己那叫难受那叫不受他总会那叫黑的那叫白的 哎我怎么冒出一个恶念我怎么冒出一个善念或者是 你什么也不定义就让他排就好 你只要不动如如不动活活在当下 那些东西自然会清理完就转化完 就包括自己脏气肝那些肠瘧里面 对也会转化也会清理 对还有就是就是我们我们这是三位角度 还有在法界里面法界里面我们飞 我们如果是我们是站这간时尾啊 法界里面排 那么我们为什么里面出现这么多力源 就是里面出现这些无言脏气的毒 那么一个无言脏气好像这个世界发生的事 但这个世界发生的每件事都是有因果的 都是生生世世我们逆元 善与才果报熟 如果从英国的角度 那么这些乌烟瘴气的气 每一个里边可能都是带着英国的 带着果报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儿堵了 那儿堵了 所以菩萨道他有一个所利他之行 他其实在做菩萨做功德的时候 他也在清理这些逆元 其实清理 因为内外境是一致的 当你把外境清理了 等于修自己 比如说 就个例子 比如说我哥 过瘾吧 过瘾我有逆元 假如说就是有逆元 那其实内境里边 他可能就某个形式 他会出现 但是我转化不了 你的定力不够 你坐在这儿 你总是在认知 好烦好烦 你总是在认知 你的定力一直呈现在这种 很难受的状态 那时候你就清理外在的 就是做利他这些 我就帮助他 或者是我就改变对他的看法 或者是对他有目主席的 改变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突然对我产生了感恩 或者是他就突然他对我改变了看法 本来是另缘嘛 但是突然他的这个缘解决了 就是说他会就是很开心 开心我他不讨厌了 很开心 这个时候你的外环境解决了 外环境改变了 而且你也看见他不讨厌了 外环境一改变 你突然发现你的内环境在改变 就是一个是修外环境来改变内环境 一个是不定义内在的角色 来去转化器 然后改变自己的认知 然后具备 因为改变了自己的认知 你的承受力就不一样 你的定力就加强 不过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散乱 或者是不散乱 不过就是自己个认知嘛 因为你就有的时候 深陷在那种环境里 你怎么也撬不出来的时候 行菩萨倒是很重要的 真的 然后会会 因为你就是个法界 在三维角度 你是个气脉 人多二脉 什么 一进入无时空的境界 你就是法界 法界所有的语都在这 你的善语恶语缺在这 你不去改 你的法界怎么能清净呢 本质上是清净的 但是你会常 你的认知转不了的 所以外边的扑杀 到慈悲心的具备 然后呢 里边的修禅定 它是一码死 这都是修正了 就怎么样面对 就是别人的嫉妒性 或者是那种 因为我就是在寺院时间 比较长了 所以我就想 我是不是要消失这天 他们会比较高兴 会把自己想成是空气吗 哎 嫉妒性是人家的 又不是你的 但是我要 你着啥急呢 他们就会不高兴 不高兴是他不高兴 你以为不嫉妒你 他就高兴了 他会嫉妒上别人的 那嫉妒你就嫉妒你吧 你还承受力强点 你说 很多东西都是人家别人的 你不要吵心 让别人生了烦恼 这个事情真的蛮难的 你说你除非你不生下来 你这嫉妒这件事呢 你的存在就是嫉妒的根源 你总不能隐形吧 你隐形还嫉妒呢 咦 他怎么会隐形呢 看不见也嫉妒 看见也嫉妒 这种东西没关系 没办法的 我觉得面对嫉妒就没好办法 第一是保持慈悲 我觉得是最好的嘛 就是慈悲他 因为嫉妒是他 他真的是自信不够吧 可能 或者有 自信性不够 有缺失感 就慈悲的 而且相信他很快会走出来了 相信你身边的人在变 相信每一个人身上的义气 都是宰死的 都是宰死的 就是他的认知啊 角度那一段时间的问题 跪着就好了 但修禅定的人 人家心里的事 跟我没关系 也不要太多吵心 比如他在谈天吃麦 也饭的时候 你吵什么心 他会变的 你能的就是慈悲他 但慈悲需要一些智慧 你对佛学的 释迦牟尼的东西越通透 你的慈悲心越有力量 我觉得慈悲心 能面对一切都行 有点万能的感觉 可能还是因为我的建立 不是很通透吧 就是 就听您讲反话经理 我也说觉得 自己也是活得很贫穷 就觉得 也是没有自信 因为很多事情搞不定 所以 就其实我 我还自卑呢 我还想嫉妒他们呢 其实就是一种 无奈吧 就有的事情 没有力量 这个是啊 我没力量 没成道也觉得 怎么会有力量呢 那您说就是 醒过来以后 就能够不去贫穷和乞讨了 就是还是再往外求 一些能力 是的 就是我觉得 这种无为力啊 就是没有恐惧的力量啊 就是它是需要在 真的是要 修正最后回来 我觉得从自己 就就 我说从自己的修正 我觉得一直要 你开始 开始修行 你就是破下嘛 你破 破众生下 破众生 这内外境啊 内境 这也是个众生啊 你不要以为 这是个众生 外境也是众生嘛 你开始要离向的时候 你就 往前走 一直在有修道 你就觉得 一直上师啊 一直佛菩萨 好像是顺着佛菩萨 上师一直 一直在往前走 在前进的过程 一直有定力啊 靠佛的知见 一个定力在破向 其实一直在破向 情下分别执着 在破向 因为你 破向的正义 就是你的分别执着 小了嘛 不分别执着 你就破了嘛 你一分别执着 像就起来 但是你有 你有一个自我 这个六根在这 像就会出现 你不要以为 你就是个像 你就是像的本身 所以一般 它在破向的时候 从凡夫 一直一直往 从众生这一块 一直往前走 一直顶 等于是往佛菩萨 这走 但走到这的时候 突然连佛菩萨 也破了 就是破如来像嘛 就是佛菩萨 如来必经空 破到这 然后佛菩萨的像 破完以后 你刹那这些 佛菩萨跟众生 就合为一起了 就是你就看到 佛菩萨 众生就是佛 你看过去就是 因为只不过是 每个众生 有每个众生的执着 当你看到众生 都是佛 那一刹那的时候 你的无畏力会生起 就是说 你不会恐惧了 因为六道 就没有六道了嘛 无畏力 然后你的身体 你会觉得 即使你的气脉 没有转化完 你的无畏就出现了 无所恐惧 因为众生都是佛 怕什么呢 众生不是佛 有各道理才怕嘛 你恐惧众生嘛 你以为恐惧谁呢 所以众生 但是这个是需要你离向 离到一定时候 甚至连佛菩萨也离了 所以你离个四月 你连佛菩萨最后都要破掉 如来必进空 佛菩萨必进空 然后翻回来 你破完这一刻呢 刹那这些 众生却是 真的会回到这 然后就没有恐惧了 无畏力送接升起 然后那个时候 做事就坦了 然后送接你会不再烦恼 第二不再恐惧 那种力量并不是说 你心有多揭桥 你的定力有多好 是正量上的透出 就是透打 就是透过去 然后众生只不过是 都是佛 但是有的众生真的很恶 就表现出那一刻很恶 就是说有的众生 每个众生你看上去都是佛 但是在某一个特地的失控里 有的众生真的是 这个世界的太邪恶了 比如傻人 比如战争 剥皮 就是你觉得太恐怖了 就像地狱 就像天魔 就像地狱 就像恶鬼 他失陷的那个样子太厉害 你也可以成恶阳散 比如说地狱到众生出现了 什么 他太恐怖了 你也可以成恶阳散去做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是佛 因为那个世界 你破败如来像 佛菩萨的像 众生已经是佛 这个世界一旦成立 你就不再成恨了 就算这个众生再恶 你怎么能恨他呢 那就是做佛 但是不代表他就是 就是 每一个众生上都有圆满的佛性 空性 就这样 这个就是一直一直这样 然后才能获得五位力 如果在我们 我们在心性上 自己不能在外发里边 破像是 一直不能在外发里边 都能够圆满的破像 离像的话 你如果很散乱 然后自己心气也很低迷 怎么样生不及这种 成道这些 或者你又想成道 那就是一门深入了 这是冷眼镜里边说了 一直一根来修 一门深入 一直鼻根 或者一直眼根 一直 一直眼根就是修戒性 戒性是不动的 破一切设想 最后破掉光明跟黑暗 然后再继续圆满 一直到圆绝 因为破掉光明 黑暗跟修耳根是 耳根是破掉动静二相 法下不生 耳根它不过是 一直到声音里边 萌信里边 一直在声音里边不动 也就是在摄像上不动 就是以摄像上的不分别 来破野根 就是一直一个根 这个是很散乱的 就是初修众生 就是初修众生 自己觉得善了 自己觉得修习无力 这就是一根深入 这样子修 就等于是 反正我只在声音上 我只管声音 我只管在声音上 其他的菩萨的话 这个世界的其他修法 我不管了 我也不 就 哎 我今天低落也不不好 反正我每天坚持的 修这么一个法门 我每天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在声音上 按住在文信上 我被声音不起分别 这样子 一门深入下去也行 但是平时我们修了 这是一样的 我们修止观啊 修念佛号 念佛号你也不是修止吗 有时候内观 外观 都是修止 止在一个内境外境上 或者修止 修观 奇观 其实都是六根同时修的嘛 也是 也是心不分别嘛 修哪个根也是心不分别 对散乱自己没力的人 修一个根比较好 二根是最好的 佛多说 所以一定要有个法门 你一定要每天修 二根 佛多说了 从六根走 二根是最好的 二根比较快 二根本身就圆嘛 你不是圆通嘛 二根本身就已经圆了 你再修修就更圆 这就是说 他本身已经有能力了嘛 他一里之外 敲钟你还能听到 眼睛是看不见的嘛 所以二根本身就比较圆 比较圆满 功德比较圆满 所以二根比较快 就不用太费多大力气 一只破 在声音上无分别 就可以修二根远的 其他的 比如桃子分别了 你就说眼根的四根 就直接吃了算 就直接在声音上 每天修也行 一直不分别声音啊 我有一根 Howard 你各事 找瓜子 Gas 你在说 上 � chu 天 氳 iness 平 disp Clear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